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俄罗斯总统普丁握手合影留下纪念 随后便展开了双边会谈 普丁大方接受邀请预计将在下个月出访北京 并且出席中方举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他也进一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力推的一带一路倡议完全符合俄国利益 也与当局希望打造大欧亚空间的理念契合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我们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推动世界的发展进步 在欧物战情胶着西方国家西首相俄国寄出制裁 导致该国急需转向其他盟友取得援助的背景下 王毅强调二中关系经得住国际风云变换考验 并且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眼看恶中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 以美国为主等民主阵营国家下一步棋会怎么走 而遭到国际法庭通缉的普丁 首次出访外国的行程是否能顺利进行备受外界关注 欢迎新闻视频室中文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